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播报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探索中国娱乐圈最新的动态 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对明星的崇拜不断增长的地方 在这里 我们将沉浸在新近年轻女演员赵露丝可爱迷人的魅力中 以及吴磊最新一张照片的闪耀之中 他们征服了数百万粉丝的心 还有来自AVIDANS的轰动事件 该公司在美容界掀起了新的风潮 让我们一起探索名人世界的热闹和等待着你的惊喜吧 对赵露丝的可爱魅力感到惊叹 在充满色彩的中国娱乐世界里 年轻女演员赵露丝的名字如一阵清风般展露头角 她以温柔动人的美丽和无限才华让人心持神往 赵露丝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还是迷人和优雅的象征 赵露丝的可爱魅力不仅来自她美丽的外表 还源于她的可爱、年轻和自然 清澈明亮的眼神 灿烂的笑容总能让人感到温暖和幸福 也许这就是她在荧幕上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在电视剧《斗罗大陆》和珍、《三国无双》等作品中 赵露丝展现了她的演技 她不仅能够真诚自然地表达情感 还能够灵活地切换不同角色 从温柔闲静到坚强聪慧、游刃有余 然而 赵露丝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还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榜样 她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她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 努力成为娱乐界的一颗耀眼明星 凭借她的可爱魅力 赵露丝征服了中国乃至国际上数以百万计的粉丝的心 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还是新鲜与美丽的象征 因此 每次她出现在荧幕上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 但更重要的是 赵露丝的可爱魅力不仅让观众感到惊叹 还让每个人都想要捏一下她那可爱的脸庞 沉浸在她温暖幸福的气氛中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娱乐世界 赵露丝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新的风 给粉丝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凭借着可爱和才华无限 她必将成为未来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AVID ANS 微博激起风波 例如在活动上的帅气照片成为焦点 在微博社交平台上 AVID ANS 通过分享一些 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活动照片 引起了轰动 其中 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年轻演员吴磊的光彩照片 吴磊不仅因其出色的口才而受到认可 还以英俊的外表和时尚的品味 吸引了所有目光 在最新的微博帖子中 AVID ANS 通过分享吴磊 在各种活动中的光彩照片 让粉丝们心动不已 吴磊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还因其迷人的外貌和精致的时尚品味 而备受赞誉 吴磊不仅因其出色的表演技巧而闻名 还因在众多大型活动中成为最出色的发言人而备受推崇 他的自信和自然的吸引力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特别是 在最新的照片中 吴磊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还是年轻人时尚的象征 通过灵活搭配服装和配饰 他创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造型 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在微博上 AVID ANS 证明了吴磊的才华 敏锐的口才和时尚品味是他魅力和吸引力的决定因素 吴磊不仅是娱乐界一颗年轻的新星 还是时尚和帅气的象征 赵丽颖更新二打羽凤行 热度却要被男配反超 由林更新和赵丽颖合作的古装剧 羽凤行终于正式开播了 这部剧不愧是在还没有开播之前 就已经被大家预定的爆款剧 首播的当天就已经把 评了热度榜 一口气更新四集之后 网友们的好评也都非常多 不仅剧情新颖 而且男女主角的人设也非常讨喜 这部剧在正式开播之前 大家觉得最大的看点 应该就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二打 因为在七年前 他们二人合作了古装剧《楚桥传》 当年这部剧的结局并不算圆满 所以网友们一直都在期待着 他们能够再续前缘 实际上这部剧在开播之前 大家也并不算太看好 因为七年的时间过去 二人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刚开播的时候 有一些网友在吐槽 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都有些老态 似乎并不太适合古装剧的男女主角 但因为整体来看 这部剧各方面的制作都比较好 所以也算是达到了霞不掩鱼的效果 但还是有很多的评价 如果赵丽颖这一次合作的是一个当红流量 或者是代曝男演员 或许能够把他进一步捧成真正的流量 但零更新这几年的事业心并不算太强 而且剧中也出现了人设更加讨喜的男配 恐怕接下来主CPU的热度要被反超 目前这部剧才刚开始更新了 四级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还是比较频繁的 但因为人设并没有交代的太清楚 所以大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之后的一些剧情 但很多追剧的朋友都发现了剧中 新云来饰演的角色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灵界的王 刚开始她就面临着催婚的窘境 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 再一路逃婚 新云来饰演的是她的一位下属 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刻意放走了女主 但大家从她的眼神中能够看出不一样的感情 从剧情的大概推测中也能够看出她应该是暗恋女主 所以这一次她会主动放走女主 一方面是想替女主解围 另一方面她是有私心的 她不希望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嫁给别人 但她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放走女主 竟然意外地成就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 而她的暗恋还能否有机会说出口 在更新的几集内容中 新云来的戏份虽然不算多 但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深情暗恋的人设 而且相比较之下 新云来确实更年轻一些 她的古装造型也比较有优势 目前来看 很多网友都非常看好 新云来和赵丽颖在剧中的感情线 估计接下来又会是爱而不得的深情戏嘛 除了在戏里 戏外新云来和赵丽颖也有很多互动 这几年有很多配角都因为人设比较好 而热度反超了主角 新云来也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当年在电影《悲伤逆流程》中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知道她这一次能否抓住机会 再次给大家留下一个经典的角色呢 接下来还是要看她人物的设定 期待后面精彩的剧情 赵丽颖和林更新搭档出演电视剧《与凤行》 这是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然而 尽管赵丽颖和林更新都是该剧的主演 但近期热度却更多地集中在男配角身上 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和思考 首先 赵丽颖和林更新作为主演 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和影响力 他们的加盟无疑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和关注度 然而 男配角却突然成为话题焦点 这可能与其出色的表现和角色魅力有关 观众们对于男配角的突出表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而导致了热度的转移 其次 这也反映了观众对于作品质量和角色刻画的关注 无论是主演还是配角 观众们都更加关心角色的鲜活性和故事情节的吸引力 如果一个剧集中的配角能够脱颖而出 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关注 那么这部剧的品质就会更加突出 吸引更多的观众 最后 这也提醒了演员们在剧集中的表现至关重要 无论是主演还是配角 他们都扮演着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角色 只有通过出色的表演和形象塑造 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因此 演员们应该注重角色的细节刻画和情感表达 为观众呈现出更加生动和真实的角色形象 综上所述 尽管赵丽颖和林更新是宇凤行的主演 但男配角却意外地成为了热度的焦点 这一现象既反映了观众对于角色和剧情的关注 也提醒了演员们在表演中的重要性 希望这部剧能够取得成功 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